在我们这儿,每年到天气闷热的夏季时,就到了吃小龙虾的世界。 最热闹的是晚上,走过满街飘香的小龙虾啤酒店,来一盘鲜香无比的蒜香小龙虾,吃着别提多过瘾了。 今天小霞就给大家分享蒜牛小龙虾的做法,尝试在家吃上蒜香浓郁的美味。 小霞今天买了三斤的鲜活小龙虾,生猛的小龙虾的钳子会夹人,待会处理小龙虾的时候要戴个后手套。 我们买小龙虾的时候,一定要买新鲜的,活蹦乱跳的,这样做出来才好吃。 下面先来处理小龙虾,用剪刀斜着在虾头三分之一处剪去它的头部,除去里面黑色内脏, 留着里面的虾黄。 再把腹部的小爪子连皮,一起用手或者剪刀拽下,这些是小龙虾的肺部,比较脏,所以要去掉。 然后来到它的尾部,捏着它中间的小尾巴,左右拧一下,慢慢抽出下线。 处理小龙虾的时候真的要非常小心,如果被小龙虾夹住的时候不要硬扯下来,等一会儿它自己就会慢慢松开钳子了。 这样子就做好了小龙虾的前处理了。 如果想要朝小龙虾更加入味一点,我们可以在小龙虾的背腰用剪刀稍微剪开外壳。 接下来我们来清洗处理好的小龙虾,把小龙虾倒入水里,用刷子给它全身向下的刷几遍,特别是虾肚子这些地方,要用力地刷几遍,直到刷干净为止。 你看,这样子刷过的小龙虾就好干净了。 然后我们再用清水清洗几遍。 沥干水分就可以放到一边备用了。 下面我们再来准备调料。 首先准备蒜蓉。 三斤的小龙虾,我们至少要准备一斤半的蒜。 要把这些蒜全部剁成蒜蓉。 把蒜这样子拍一拍,蒜衣就容易去掉。 然后再剁成蒜蓉。 因为蒜,待会要分两个时间段下锅。 所以我们要分两个盘装。 一份大份的,一份小份的。 接着,我们再剁一点姜油备用。 切一点小米辣备用。 取一把香菜叶子,切断备用。 所有的材料准备好了。 下面我们来做蒜香小龙虾吧。 先在锅里倒油,大火烧热后。 把清洗好的小龙虾放到油锅中开始炸。 炸约三四分钟,炸出虾油。 就把小龙虾捞出来。 小龙虾炸一下,吃起来更加的香脆。 炸过虾的油也特别香。 接下来,我们把大份的蒜蓉倒入虾油中。 炸至蒜蓉微微金黄后。 再把姜油和小米辣也倒进去,继续炸。 接着,倒入小龙虾,翻炒均匀。 翻炒均匀后,倒入一瓶啤酒,没过小龙虾。 如果没法没过小龙虾,也可以加一点水,极致没过。 然后盖上盖子,转为中火炖煮六七分钟。 水煮开后会出现浮沫,我们要及时撇去浮沫。 再继续炖煮四十分钟。 到最后如果还有很多汁的话,我们开大火收汁。 四十分钟后,小龙虾煮熟入味,汤汁正浓郁。 这个时候我们再倒入小份的蒜油,增加蒜香味。 然后加一汤匙酱油,两汤匙蚝油。 一汤匙盐,两汤匙鸡汁。 其他什么都不用加了。 鸡汁和蚝油的味道就足够鲜美。 略略翻炒,就可以盛出来了。 出锅之后,再加一把香菜叶子,增加色香。 这样鲜香无比的蒜油小龙虾就做好了。 出锅之后,空气中满满都是蒜油味,真的是香到爆。 剥一个小龙虾,吃一口鲜香又入味,不比外面卖的差。 经过自己处理的小龙虾,吃起来更放心,也不会有腥味。 大家喜欢吃小龙虾,可以在家用我这种方法做做看哦。